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大家好 我是阿星 阿星现在在西双版纳的景洪市 今天我来到石之味 这是一个小小的快餐店 也可以说是个快餐摊 啥玩意 头一回听见还有这样打电话 是不是蓝牙连到手机上没关 你看这推销广告真的是 人家厨师正忙着炒菜给人家打电话 这个蓝牙一定要关 大家也注意 蓝牙连到弓放上的时候 你把蓝牙一关 这一下子全都放开 我这两天在版纳的景洪溜达了好几天了 我发现满大街很多是歹味的快餐 今天我来到这家店比较有特色 它是柴火的大锅菜 这种大锅菜很少能吃到 像前段时间阿星参加这个流水席 吃了一回真真正正的大锅菜 今天咱尝一尝 大家吃的工作餐 就是中午吃的工作快餐 是个什么滋味 听说这家有二十几个菜 选择可真多 你说现在到哪能吃这种大锅菜 连酒店也都吃不了 这种大锅菜吃起来特别香 因为它虾料多 技术还能香到点 嗯 烤这个灶的这种火 这灶是当地的上面的那个是吗 嗯 这没有那个师傅 那你这个柴火你怎么掌握这火火的 就从后边牵柴的 嗯 所以贴柴 柴多柴少的火大火脚可以充滞 嗯 有些柴人知道爆炒火力要大一点 一些菜不需要大点多 这就是烂柴 然后这就是柴火 从这烧加热 虽然这个条件看起来有点简陋 但是今天咱吃的是正是八点的柴火大锅菜 太香了 人家这个菜全部都配好了 炒哪一个直接下锅非常的快 这一天大概要炒十几二十个菜 另外来看一下 这个大哥这个手艺也不是一般人为啥 你看炒这个大锅菜不是一般人能炒的 因为你在家拿那个小锅可以掌握 你看这个调料的多少 要是下油的多少 下盐的多少都是不一样的 最牛的是他一边炒的菜还要管后边烧火 嗯 控制火力还是有技术的是吧 嗯 这个要会炒 这个还炒不着 哦 哦 原来这个小锅看着很简陋 但是卫生相当的干净 一个炒 一个切 还有一个负责洗 三个人就把这个小锅撑起来了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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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后这个大哥好像是周围上边的 还是建筑工地上的过来用餐 中午吃饭 就是这会的功夫 都要喝一杯白酒 他这家店很有意思 可以打一杯一杯的按杯麦 这是高手 这是喝酒的高手 我刚才说喝白酒 背后这个老大爷还笑我 看来他也经常爱喝 你像这我不爱喝酒的人我就不理解 中午这会儿功夫还要喝酒 我看这个菜不能再等了 一下包呼啦一下人就来了 人一来菜呼啦一下就没了 加上之前还送了很多外卖 有的菜都打不上了 咱赶紧赶紧排队 吃之前咱也在这洗个手 来个这个 来个鱼 来条鱼的来个12根黄瓜 打到一块吧 那一块不好吃 这个黄瓜应该 有12根是吧 对 23根 好 谢谢 我刚才看到有人把米汤都打包带走了 这个套餐就是23块钱 是两人份 米饭是2块钱随便吃 两个人就是4块钱随便吃 肉菜是5块钱 我要了两个10块 这个素菜是1块钱 所有的素菜都是1块钱 这条鱼是8块 可以说是经济实惠 咱来这吃就是吃它柴火的味道 咱来一口米饭 米饭虽然说算不上多好 但是还可以 刚才我问这个老板娘 我说你怎么每一个菜里头都有辣椒 她说没办法 你就在休尔玛娜这做生意 所有的菜都得加辣椒 就这本地人还嫌不够辣 让我尝尝辣的鸡块辣不辣 还可以 但对于我来说也不够辣 阿星也能吃辣 酸菜炒肉末 这个菜下饭 这种快餐还是歹味快餐 偏本地人的口味 要么就是小米辣 要么就是酸味 酸酸辣辣的 还有黑暗的折耳根 我还专门点了一个黄瓜折耳根 1块钱这么一份 尝尝折耳根 阿星这是头一回用折耳根配米饭 这以前是闻风丧难 上次去了一趟贵州 结果练出来 现在也能吃点折耳根 还挺好吃 他们这边热带地区 就吃点酸的 吃点辣的 然后吃点凉菜 比较开胃 也比较解熟 再尝一下薄荷辣椒炖罗飞鱼 它是油炸过的 这种快餐吃的就是效率 你看这上边很忙 有的直接订到办公室 有的就过来克里妈擦 陕西人讲克里妈擦 就是快的意思 快快一吃然后就走了 这会人是越来越多了 这种饭一定要浇到上面 有这个汤汁才香 很多朋友看阿星的视频 觉得阿星你天天吃好吃的 错了 其实我吃的最多的和你一样 也是工作餐 我不拍视频的时候 我总得吃饭吧 而且我特别热衷于这样的快餐 第一 性价比很高 便宜实惠 第二 选择很多 它这家店有两个特色 一个就是柴火大锅饭 还有一个是歹味 这个歹味和咱们经常吃的 这种快餐的川香菜还是不一样 川菜香菜多了一些酱香 它这个歹味就是辣 然后食材的本味 还有确实比较咸 这边口味还是挺重的 看我的身后这一排 全是各种各样的快餐店 他们提供酸甜苦辣咸 你吃完就准备投入工作了 好 那就这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